世间有很多的烦恼 其实追根究底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世间有很多烦恼 起因于人的自私 而学习佛法慈悲精神 以大爱关怀众生 并身体力行作利他的事 这个都是免费给人家参观的 就只能付出而已 所以在家庭生活 为什么应接夫妻之间 有的为了金钱 为了名利 为什么斤斤计较 就人的自私 所以那么这个 那我们对这些 所谓不认识的人也好 那么这个我们也要 具有这样的爱心 不管各宗教也好 像我们跟各地道教 跟其他宗教的结合 也是这样 我们要有一个很完美的智慧 因为终究来讲 我们要学习佛陀的 这个慈悲与智慧的精神 那么把这个佛法 传扬在世界各地 所以历来我们这样不断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在 这一二十年来 不断在世界 已经扩展在全世界了 所以我有那么多的设立 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 有认识不同的国家的这些高僧 或者这些每个国家的国王也好 总统也好 那么就互相交换 所以就变成世界上面最多的设立 佛设立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稀有的 所以就比较具权 比较完美的 那么我们希望 这次的展出 带给大家 这个 带给大家加持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福报跟智慧的增长 吉祥留意 国际嘎达巴第十八世 总图仁波切 耗飞拘之 布置蒙古包与佛谷设立展 与众生结法源 学习佛陀慈悲与智慧精神 期望能将佛法传遍世界各地 让众生得到福报与智慧的增长 史房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屏东采访报道